大家好,今天聊聊苹果手机有可能会扫描你相片的这个事 那么我其实没有特别关注啊,因为我最近忙得要死 然后之前我一个视频下面有一个朋友问说能不能聊聊这个事情啊 那我首先讲一讲我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的目的是把我认为正确的信息传达给你 然后你认为说苹果是冒了天下之大不为 还是你觉得苹果做的是对的 还是你认为苹果这样做会继续下滑 这是你的事情 所以我先讲一下就是这是一个background 就是说这个事现在是个宣言大播啊 据说啊,据很多人说苹果会扫描你的照片 然后呢,只要是传到iCloud的照片都会扫描 然后呢,有人调侃说以后家里头孩子的裸照 比方说因为这提到了这个儿童性侵的问题啊 就是有人说我们家里中国人喜欢照孩子的裸照啊什么的 这算不算啊,有人说你的这个什么照片都会被苹果看到啊 等等等等等等 呃,我想,我想就是我不想去回答说苹果是否做错了这件事 或者是做罪了这件事 我们只聊一聊苹果实际上说了什么啊 当然如果你说苹果骗你了 那那是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不是我今天想聊的问题 就苹果的文档里头 我会把苹果的文档 然后一个V2EX的讨论 呃,然后我一个最反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朋友叫霍聚 他的推特的链接 以及呃,因为我的一朋友霍聚非常反对这件事 所以他做了一个叫做,呃,怎么去替换到你的苹果手机去用别的平台啊 呃,的这么一个一个工具 一个Github的一个一个讨论 呃,这些链接我都会放到后面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的描述区去找到这些东西 我只是讲讲我看到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苹果呢,发了一篇文章 呃,在苹果的网站叫做Chair Safety 就是儿童安全的问题 他其实讲了三个功能啊 但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被谈及最多的是 呃,CSAM Detection 就是关于这个儿童性侵 呃,或者说儿童被呃,呃,性剥削的这个材料 CSAM,Chair Sexual Abuse Material 儿童被性虐待的这个材料的这么一个检测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最被重视的 但是这三个功能我都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 呃,他其实提供了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说呢,呃,就是这三个功能是不同的啊 是不同的,我们最后中间最重点的还是讲CSAM的事情 他提供的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在儿童的短信或者叫做iMessage里头加强了,呃,安全通信的坚果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就比方说我们知道啊,就很多这种,呃,我们这个小孩吧 或者说年轻人可能第一次看到一些黄色图片,或者是叫做这种,呃,这还指的还不是儿童性情啊 就是纯粹的黄色图片,比方说裸照啊,什么的,是通过朋友之间互相传播 比方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看黄色的录影带,然后之类的 大家聚到某个同学家去看,然后呢,呃,在美国或者在中国 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发个短信,小孩之间发个短信,或者微信发个短信 那么,苹果做的这个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孩子在iMessage里头发,呃,收到了一个 不知道是自己朋友还是,还是,呃,群发啊,或者垃圾邮件啊 这种形式的这种色情图片 那,苹果他有一个算法去检测色情图片 这个其实中国很多网站都有啊,呃,就是你在中国的网站是发不出来色情图片的 因为他会检测是不是一张,呃,熊部暴露啊 或者是阴部暴露啊,或者这种照片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收到了这么一封,呃,iMessage 或者叫短信,他苹果就会把这个图片给 隐藏掉,隐藏掉以后呢 就是一个模糊的图片,然后呢,会提示说这张图片可能 是不适合去看的,如果你还是要看 那,你就点,我还要看 这个时候呢,你的父母就会收到一个信息 说你孩子看了一张可能不太适合他成长的图片 大概是这么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其实不是对成年人的 就是说,如果我是个成年人,你是成年人 咱俩发这样的Message是没人管的 呃,就是他也不会管这件事 就是说,在美国,因为言论自由啊,等等原因 就比方说,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俩互相发个裸照 其实这个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人会管 所以这个功能是一个纯粹的儿童管理功能 也就是说,只有说 我给孩子的手机设,而家长控制的时候 我家这个设置,要不要控制他的手机上 不要出现黄色图片,就是收到一个Message以后 或怎么处理,那么这是这么一个功能 再下来一个功能就是这个CSAM Detection 就是检测你手机上的儿童虐待的照片 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稍微再细节的说一点 就是说,在美国很多地啊,在全球很多地 它其实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黄色图片是不违法的 就是在美国有黄色网站 有很多黄色网站,也有色情机构 当然,你去嫖娼啊,乱七八糟的 在不同的州啊,或者是不同的法律 框架下,它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就是有黄色网站啊 什么的,比方像Playboy这种 在美国是公开的,是没问题的 那么,它这个CSAM不是中国人想象的 这种黄色图片那么简单 它指的是说,这个照片里头 是有儿童的性侵的行为 就比方说有人强奸儿童 或者把儿童的裸照 通过,就是传播这种裸照 但这个裸照不是这个 比方中国人说的那种满月酒啊 我们很高兴啊,拍了一张孩子的照片 当然也不太恰当 但应该不是指的这个东西 它指的是那种对儿童有侵害的 比方说是虐待孩子啊 或者是,或者是拍了孩子的裸照 用来传播,用来就是这个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叫CSAM 这类的机制我们一会儿再细讲 就是它是有扫描这个类的机制 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 第三个功能就是你在iPhone上去搜索 或者是用servy去寻找一些 不恰当的内容的时候 它可能会提示你 特别是,也是说 特别是说孩子去搜索的时候 它会提示说你搜的东西不太恰当 如果你还是要搜 可能我就让你父母知道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回来我们聊重点的东西 就是这个CSAM detection这个事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回来 首先确定一下到底什么叫CSAM 就是叫做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指的就是说对儿童性侵 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的性行为的 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器官的裸照的 这种照片 这种照片呢 这是一个概念叫CSAM 那谁来负责鉴定一张照片是CSAM呢 苹果和一家机构 就是美国的一家机构 叫做The National Center of Missing and Explored Child 叫NCMEC 这些名词或者是链接 我都会放在下面 就说这么一个机构 可能是美国国家的一个机构 就它专门是用来 因为在美国啊 就比方你放张黄色图片 你自己的放在网上是不违法的 但是如果你放了这种儿童的照片 涉及到儿童性侵 或者对儿童的这种性剥削 在美国有这么个词 就是你把一个小女孩 或者是一个小男孩拍了个裸照 然后在一帮这个变态中间传播 这个也可以叫做一种性剥削 或者说你强迫 你懂的 对吧 就是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机构 就专门收集这样的信息 然后呢 如果有这样的内容 就这个网站上和 和在这种生活中 是不能传播这种内容的 比方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 有些法律我不太清楚 但是反而一句话就说 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有黄色图片 这是不违法的 有APR也是不违法的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上有这样的照片 somehow政府知道了 或者是警察知道了 你是违法的 咱们先不说他怎么知道的 这个就算如果他知道 你有这种是违法 就是去看这些东西 持有这样的东西 传播这样的东西都是违法的 就跟中国的黄色图片很像 在中国就不是说儿童儿童 只要是黄色的 它就是违法的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苹果的这个技术就是说 苹果呢 它的这个扫描 是怎么个扫描方法呢 就是说 这家机构 NCMEC和苹果可能会合作的 其他机构呢 它们有一些已知的 就是在网上已经被传播过的 这种儿童心态的照片 也就是所谓的CSAM 然后呢 苹果通过技术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照片变成指纹 把这个指纹下发到你的iPhone里去 所谓的指纹就不是原来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 这张照片对应了一串数字 那另一张照片对应了另一串数字 但这个你从这个数字是无法回到这个照片的 这个技术叫哈希 如果你懂技术 你就很容易理解 反正如果你不懂技术呢 你就听指纹吧 就像我们可以知道说 只要在一个地方有你的指纹 我们就知道是你干的这件事情 对吧 就是形式侦察学员 或者说就端案上经常需要用的指纹 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一个指纹 是完全无法把一个人长什么样子复原的 所以在技术上 我们也把这种 就是说哈希算法生成的一段数字 理解成一个digital content 就是数字内容 或者说一张照片的他的指纹 那么因为用的是同一个哈希算法 也就是说苹果的方法就是说 首先我把一个哈希下发到你的手机里去 同时呢 我在你的手机本地 把你的手机里的照片也哈希成同样的算法 然后比对看这照片有没有 也就是说他这个CSAM不是说 一个机器学习算法来探测 你手机里有没有黄色照片 不是 首先不是黄色照片的问题啊 就刚才我说的 防止小孩发短信的那个是黄色照片 那这个里头首先一定得是这种CSAM 也就是说对儿童性侵的照片 或者叫欺犯儿童隐私的这种照片 其次 他不是说任何一张 比方说说句实话 假设你是一个强奸犯 或者你是一个就是美国的那种性侵害者 或者你就是个变态 你自己拍了一个没有被传播过的儿童的照片的话 其实苹果这个算法是探测不出来的 他探测的是已知的 在刚才说的那个机构就是NCMEC的数据库里头 有的在互联网上传播过的这种照片的数据 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逻辑上认为如果你 首先在美国法律啊 你持有这样的照片就是违法的啊 他怎么知道你持有那是别的问题 但是持有这种照片就是违法的 那么认为如果你是个变态 或者是你是个性侵犯者 你可能会经常囤积这样的照片 大家也能理解这种这种变态啊 或者这种坏人他会囤积这样的照片 所以呢如果在你的手机里头找到了 跟已知的CSAMMatch匹配的照片 通过这种哈希值比对的方法找到了 那么苹果可能就对你产生了怀疑 那么但是这时候需要一个预知 一个预知的意思就是说 需要你的照片多到一定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引发 对你的照片的一个叫做一个举报机制 一个什么东西也好 就是说他把一个你的照片的这个信息 又不是这个照片本身啊 是一个哈希传 类似于哈希传到了网上去 但如果你达到了某个预知 苹果可能就会直接去测吃你的 就是人工去检验你的这个你的iCloud里头的照片 是否真的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可能实际上就隐含了 你可能就要被这个这个报警啊 或者被抓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呢 如果你不触犯这个预知 苹果不管是在iCloud 还是在本地是不会碰到你的照片的 就是不会不会 苹果本身是不会知道你的照片内容的 但如果你到了某个预知 可能就引发了苹果 去跟这个政府机关的一个沟通 那么以及对你的照片的一个正式的人工的扫描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 我大概觉得我算解释清楚了 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细节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大家有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面去更多的去说 我简单的说一说我的态度 我不表示对苹果的支持和反对 我只简单的讲一下我的隐私观 首先我认为 即使苹果不做这件事情 那么你的隐私数据 只要存放在别人的数据库 不管像苹果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从来不看Cloud的内容 还是像微信说的 我们从来不看聊天记录 还是像别的公司说的 我们从来不去动你的 这个你存在我这的 不管是聊天记录啊 还是图片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首先第一 从技术上是没有办法完全 让一个内容提供商 或者说 也不是内容提供商 就是存储提供商 或者叫做你的一些隐私数据 存在他这里的人 完全不去扫描你的数据的 或者说从技术上 从法律上 从制度上 这家公司已经做到了完美 他都不允许这么干 但是他仍旧无法防止 他的程序员 他的系统管理员 恶意的这么去干 首先这个我是要讲清楚的 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系统里头 都不能完全禁止 或者说防止这件事情 事实上 就像我为什么对区块链 不是那么感冒的原因 就在这里 事实上 区块链经常讲 共识啊信任啊 事实上人类的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比方说 你从机制上是无法防止 你在银行存了50万 然后银行把这钱 直接划走的 事实上 在中国也发生过 很多这种事情 就是说 当然这个事情 有无数种变种啊 就比方说 银行的柜员 他偷窃了你的密钥 或者说银行柜员 跟你商量好了 之前就有一个案子 很好玩 就是这样 银行柜员 拿你的钱去做投资 是你跟他商量好的 但是呢 中间银行柜员 帮你做一个伪造的 这个把钱取走的 这种东西 然后这样 如果万一投资失败了 你还可以拿这个 伪造的证据说 这不是我亲自签名的 然后去告银行 把这钱要回来 还真要回来了 然后那个银行柜员 被抓起来 就是各种神奇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发生 然后呢 银行里头也不是 所以大家知道的 抢银行 最多的是那种 好像拿着冲锋枪啊 什么 去劫持人质那种想象 实际上 银行内部人员 抢银行 或者说 同购政方法 挪用公款啊 挪用储户的钱啊 挪用银行的钱 挪用 这个什么的钱的事情 历史上 并不先见 比方说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玩法 就是 你每次转账的时候 有人写了个程序 每次有人转账的时候 他就把零头拿走 就是比方说 你把一万块钱 转给另一个人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从中间 拿走一点点 因为这个 就是 他可能 他有一次算法 比方说 他可能是拿你的利息啊 或者拿什么 反正就是你注意不到的 一个一点点小钱 可以 也就是说 他从每一笔交易上 或者每一个存储上 他都赚个 比方说一分钱 两分钱 但是来回来去 他经过一年半年 他可能就赚了几百万上千万 因为银行里头 无数的流水 等等等等 就是说 首先我第一个想说的 就是说 安全绝对是不存 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 然后 你对苹果这样做 以及这样做 怎么样 就是可能会有几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 就是说 有人是不相信苹果的 这样的扫描方法 是真的能保证隐私的 因为当然苹果也有可能 具体做的时候 跟他说的不完全一样 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呢 有的人认为说 苹果今天能帮着 这个叫做NCMEC 来扫描儿童色情图片 有可能有一天 就可以帮着政府 去扫描别的 甚至去扫描一些 等等等等 就是另一种叫下滑论 第三种等等 就反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我不去做任何的judge 我只想从技术上 给大家讲清楚 苹果是怎么说的 你觉得这样对还是错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下滑成 还是觉得你再也不要用iPhone了 都可以 我觉得 那么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如果你很关心 对苹果这样做的一些批评 你可以看我一个好朋友 他叫霍具 他的推特 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描述区 他也提供了一个工具 或者叫一个一套解决方案 如果你不再用iPhone了 你在安卓上 或者在Windows上 你怎么去继续使用你的 就是怎么去迁移到 安卓或者是Windows等等 你如果不用Mac 也不用iPhone了 好 我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 就我刚才讲述的 这些东西里头的问题 或者说 就如果我讲的有问题 你欢迎大家提出来 或者说 你还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在里头提 好 先这样吧